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震撼法国政坛的重大事件 马林 勒庞的极右政党在法国立法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大获全胜 预示着极右势力可能首次掌控法国政府 这次选举结果对马克龙总统是个重大打击 并可能迫使他与勒庞的团队分享治理权利 勒庞的国民阵线的票率在33%到34.2%之间 而左翼的新人民阵线的票率在28.5%到29.6%之间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则仅有21.5%到22.4% 这次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法国的未来走向 勒庞能否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法国政坛的一次历史性变局 即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首轮投票中遥遥领先 这篇报道来自彭博社 由Anne Nussbaum、Sammy Adgarny和William Horobin联手撰写 在6月30日法国进行了首轮立法选举投票 结果显示马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表现异常强劲 获得了33%到34.2%的选票 而左翼新人民阵线则获得了28.5%到29.6%的选票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则只有21.5%到22.4%的支持率 这一结果对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预示着法国现代历史上可能首次游击右翼政党控制政府 尽管马克龙的总统职位并未受到直接威胁 但如果国民联盟在下周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 将会极大的影响法国的政策方向 勒庞在北法的支持者面前表示 他们几乎击溃了马克龙阵营 认为法国选民明确表达了希望结束7年腐蚀性权力的意愿 马克龙则呼吁在第二轮投票中形成广泛 明确的民主和共和联盟 以抵抗国民联盟的进一步崛起 同时市场也对马克龙在6月9日宣布的 这次突袭选举反应剧烈 导致法国债券和股票市场出现大幅动荡 如果国民联盟获胜 他们的党主席约旦巴尔德拉 有望在奋权合作的情况下成为总理 这种情况自1958年 法国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 只发生过三次 巴尔德拉已经表示 只有在他们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 他才会接受总理职位 在两周的竞选期间 巴尔德拉试图通过承诺 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来安抚选民 但具体措施却不多 他提议削减电 气和燃料的税收 并推翻马克龙 提高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改革 尽管国民联盟不再支持退出欧元区 但他们提出的几项政策仍可能与欧盟发生冲突 如重新谈判电力 市场定价 以及减少法国 对欧盟预算的贡献 欧洲领导人对此次选举高度关注 特别是在乌克兰和国防支出等敏感问题上 德国内阁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在上周接受ARD电视台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法国选举的担忧 希望那些不是乐旁的政党能够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但同时也强调这最终是由法国人民决定的 马克龙在6月9日宣布突袭选举 理由是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 是其中间派联盟的两倍 表示他无法忽视这一结果 同时警告民族主义者和煽动者的崛起 正在威胁法国和欧洲 这次选举迫使 法国选民在清商 清欧 清乌克兰的马克龙愿景 和乐旁的极端减少移民 摆脱一些欧盟规则和反转养老金改革的议程之间 做出选择 自2022年总统连任以来 马克龙的党派和盟友在立法选举中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 他一直试图通过与共和党合作来通过立法 否则就只能依赖于绕过投票的法令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龙和国民联盟已经开始在一些政策领域上争夺控制权 上周 乐旁反对马克龙推举迪埃里·布雷顿 在任欧盟委员会委员的计划 认为这应该是总理的职责 同时 尽管法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但乐旁表示这一称号只是名义上的 这一结果显示了乐旁如何彻底改造了国民联盟 这个由他的父亲让马力·乐旁和前武装党卫队成员皮埃尔 布斯凯特共同创立的极右翼政党 这个原名为国民阵线的党派 曾公开显示其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观点 让马力·乐旁更因为将纳粹毒气式形容为历史的细节而被判定否认反人类罪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一选举结果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 首先从法国国内来看 如果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得压倒新胜利 法国将面临一系列政策转型 乐旁的强硬移民政策 反欧立场以及对现行养老金改革的敌势 都将对法国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他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引发法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其次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国民联盟的崛起可能会动摇欧盟的团结 乐旁对欧盟的批评立场和主张减少对欧盟预算的贡献 将直接挑战欧盟的核心原则和运作方式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其政策转变将对整个欧洲大陆产生连锁反应 最后从全球视角来看 乐旁的胜利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极右翼政党 进一步加剧全球政治的不稳定性 近年来极右翼思潮在全球多地涌现 而法国作为重要的国际角色 其政治动向将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法国的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政治斗争 更是对欧洲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挑战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为观众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谢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法国政坛的一次历史性变局 即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首轮投票中遥遥领先 这篇报道来自彭博社 由Anian Nussbaum、Sammy Adgarny和William Horobin联手撰写 在6月30日 法国进行了首轮立法选举投票 结果显示马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表现异常强劲 获得了33%到34.2%的选票 而左翼新人民阵线则获得了28.5%到29.6%的选票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则只有21.5%到22.4%的支持率 这一结果对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预示着法国现代历史上可能首次游击右翼政党控制政府 尽管马克龙的总统职位并未受到直接威胁 但如果国民联盟在下周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 将会极大的影响法国的政策方向 勒庞在北法的支持者面前表示 他们几乎击溃了马克龙阵营 认为法国选民明确表达了希望结束7年腐蚀性权力的意愿 马克龙则呼吁在第二轮投票中形成广泛 明确的民主和共和联盟 以抵抗国民联盟的进一步崛起 同时市场也对马克龙在6月9日宣布的 这次突袭选举反应剧烈 导致法国债券和股票市场出现大幅动荡 如果国民联盟获胜 他们的党主席约旦巴尔德拉 有望在分权合作的情况下成为总理 这种情况自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 只发生过三次 巴尔德拉已经表示 只有在他们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 他才会接受总理职位 在两周的竞选期间 巴尔德拉试图通过承诺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来安抚选民 但具体措施却不多 他提议削减电 汽和燃料的税收 并推翻马克龙 提高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改革 尽管国民联盟不再支持退出欧元区 但他们提出的几项政策仍可能与欧盟发生冲突 如重新谈判电力 市场定价 以及减少法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 欧洲领导人对此次选举高度关注 特别是在乌克兰和国防支出等敏感问题上 德国内阁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在上周 接受ARD 电视台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法国选举的担忧 希望那些不是乐旁的政党能够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但同时也强调这最终是由法国人民决定的 马克龙在6月9日宣布突袭选举 理由是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 是其中间派联盟的两倍 表示他无法忽视这一结果 同时警告民族主义者和煽动者的崛起 正在威胁法国和欧洲 这次选举破时 法国选民在清商 清欧 清乌克兰的马克龙愿景 和勒旁的极端减少移民 摆脱一些欧盟规则和反转养老金改革的议程之间 做出选择 自2022年总统连任以来 马克龙的党派和盟友在立法选举中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 他一直试图通过与共和党合作来通过立法 否则就只能依赖于绕过投票的法令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龙和国民联盟已经开始在一些政策领域上争夺控制权 上周 勒旁反对马克龙推举迪埃里·布雷顿 在任欧盟委员会委员的计划 认为这应该是总理的职责 同时尽管法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但勒旁表示这一称号只是名义上的 这一结果显示了勒旁如何彻底改造了国民联盟 这个由他的父亲让马力勒旁和前武装党卫队成员皮埃尔 布斯凯特共同创立的极右翼政党 这个原名为国民阵线的党派 曾公开显示其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观点 让马力勒旁更因为将纳粹毒气式形容为历史的细节 而被判定否认反人类罪 接下来 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一选举结果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 首先 从法国国内来看 如果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得压倒新胜利 法国将面临一系列政策转型 勒旁的强硬移民政策 反欧立场以及对现行养老金改革的敌势 都将对法国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他的移民政策 可能会引发法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其次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国民联盟的崛起可能会动摇欧盟的团结 勒旁对欧盟的批评立场和主张减少对欧盟预算的贡献 将直接挑战欧盟的核心原则和运作方式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其政策转变将对整个欧洲大陆产生连锁反应 最后 从全球视角来看 勒旁的胜利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极右翼政党 进一步加剧全球政治的不稳定性 近年来 极右翼思潮在全球多地涌现 而法国作为重要的国际角色 其政治动向将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法国的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政治斗争 更是对欧洲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挑战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为观众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谢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ing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t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